提到,所以它裡面的資料有換行 所以我把那個換行取代掉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剛剛有把程式稍微再改寫一下 所以裡面的話我是有在增加一個什麼 取代,replace 然後取代成什麼呢? 就是把原來資料裡面的換行取代成豆點 當然你說老師,那我不想用豆點 我用其他也可以,只是說我不想一直換行 看起來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把它取代完之後呢 輸出結果就會是長這樣 它會幫我把它放在那個A欄 所以其實如果你把它弄整個欄寬 弄到最寬 它其實就是一個儲存格 就放一列的資料 也就是把一列的資料 通通塞在一個儲存格裡面 那當然呢,跟我們最後要的好像不太一樣 我們其實是希望說 它應該是把,不是一列放一個儲存格 而是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在網頁裡面的話 就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TH 按優件檢查 那我是建議 你這個可以把它折到下方 Duck到下面 為什麼? 因為它好像只要 它的欄寬不足 它就會只呈現那個四個月吧 甚至它是不是更窄 這四個月 除非說你拉寬 它才會把十二個月的資料 通通顯示出來 有沒有 它會變成 所以我建議你乾脆把它 Duck to button 有沒有 把它放到下面來 然後按滑鼠右鍵檢查一下 下方就出現了 上面都是TH 所以這一列 沒有懸念 就是通通是TH 那當然如果我要抓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上個禮拜的寫法 就是第二個步驟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雲端上面 我有放第二段程式 那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我就是把那個TR裡面的東西 再寫個回圈 寫什麼回圈呢 就是把它一列裡面的資料 把它每一列每一列 所以底下一樣是每一列每一列 4i等於0到這個總列數 我們剛剛算了一下26列 所以0到25 然後做什麼呢 再把這個TR裡面的第幾個 所以這個TRS 就是 如果是0的話 指的是第一列 所以如果是假設 我先把第一列的資料 先把它抓過來 抓到這邊來做什麼 因為我這樣看起來 一列放一個存額 不是不恰當 我希望你幫我 再到裡面找找看 有沒有TD 或者是TH 當然我們已經分析出來了 它其實不外物就是TD或TH 所以如果延伸 上個禮拜的做法 當然我們先抓TD 先幫我找找看有沒有TD 可是如果第一列的話 其實理論上沒有TD 那怎麼辦 我們中間我有加了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找了TD之後 假如找不到的話 等於0 有沒有 點lex等於0 意思說你找了TD之後 沒找到的話 那怎麼辦 你再幫我去找另外一個名稱 叫TH OK 所以喔 第一列其實符合這個條件 也就是說呢 找到之後 裡面的話呢 就會找到1到12月裡面的資料 都放在TDS 所以其實也 也算是要找到了 然後呢 再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分別 直接輸出到 我的儲存格裡面 OK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一樣喔 跟剛剛的結果啦 差不多 只是說呢 差別是 我增加了 取得TR裡面的TD 或者TH 執行一下 那它一樣呢 會去抓網路上的資料 已經下了下了 OK 這個欄寬太寬了 把它拉過來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喔 抓到的結果呢 就跟上個禮拜有提到 A欄沒有下來 但是其他有下來 為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如果假設 我們這樣 程式轉型的邏輯喔 等於底下呢 變成說 要不就是抓TD 要不就是抓TH 那剛好呢 它的那個最左邊這個欄位喔 它比較特別 它其實是 放在所有TD前面的一個TH 所以喔 如果假設喔 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如果我今天呢 要修改目前的程式邏輯 能夠符合我要抓的這個資料喔 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你看喔 這個要不就是TD 要不就是TH 它好像沒有那個第二個選擇 就是我前面可能有一個TH 那後面的話全部都是TD的這種邏輯 怎麼改比較好的喔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因為這個地方 如果更動一下的話 應該是比較可以做出我要的結果 那後來我就乾脆改了另外一個邏輯 所以底下我有一個 就是等於你們在雲端上找找看 第三個喔 03的部分 我把這個註解一下 底下就是我後來改的 那後來我就把 原來我 剛開始是先找TD 我把它改成找TH好了 那為什麼改成TH 因為我後來發現喔 如果改TH的話 上面的這些TH 數量一定會大於 因為上面好像要至少12個月吧 12個月之外 後面還有什麼 後面還有喔 沒有 怎麼到11個月 因為312個月 原本的N都塞掉了 所以就變成11月 你說喔 上面有一套是312個月的 喔 OKOK 然後1個月是平均跟12月 喔 OK 那這個等一下再補上好了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換了一個邏輯喔 就是找TH 那找TH的話呢 如果它的總數大於1的話 那如果大於1的話 那可能應該找的就是第一 那如果假設啦 假設等於1的話 因為這個大於1 如果假設它不是大於1 那反之應該就是等於1 或者是等於0 那我就用另外一個邏輯 所以喔 如果假如是大於1的話 那我就去把它裡面所有的TH找到 並且把它輸出 反之的話呢 就是像第二列以後的 那我就跑這個邏輯 那我就先找那個TH 也找TD啦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它有兩個嘛 所以我找TH 然後把它放在它的A欄的地方 然後把資料輸出之後 再補後面的東西 OK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應該OK吧 好 一樣去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最後會配合一個AUTOFIT 所以它自動跳欄寬 你可以看到喔 這邊資料呢 就通通下來了 最後好像後面還有一個資料 也沒有帶下來 不過等一下再看一下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要把剛剛這三段的程式碼 也有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在02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去找什麼 找那個TD的部分 所以這邊程式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喔 找TD 我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03的部分 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一個邏輯 改成找TH OK 那改TH主要也是針對 它這個網頁的邏輯 這個網頁的話呢 上面都是TH 所以一定會大於1 那底下的話 你應該就等於1 等於1的話就是 底下這個邏輯 這個是等於是第一列邏輯 OK 那你們再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也可以再看看 有沒有改別的 別的方式說不定還更好 OK 試試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